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六公主凭王一博的热恋 追梦立志电影天花板 让你热血沸腾 好会夸 论夸夸团的天花板 还是我们的央视六公主 从未在热点上失手 总能卡到合适的点 近日 王一博电影热烈被央视六公主评价为追梦立志电影天花板 这无疑是对这部电影的高度认可和肯定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普通街舞舞者 追逐梦想的故事 让人热血感动 也让人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力量和未来的可能性 我们就不过度介绍了 毕竟走进电影院观影 才有更好的体验 这是我们要说的事 央视六公主的评价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证明了王一博的娱乐精神和励志形象 受到了大众的认可和喜爱 同时 这个评价也证明了追梦立志电影是可以拍得非常精彩好看的 只要选好角色和故事 深入挖掘其内涵 就能让观众得到深刻的感受和启迪 这部电影跟王一博契合度很高 基本是复刻了王一博的舞者之路 虽有不同 但是热爱的灵魂跟精髓是一致的 好的作品 就会充满力量 选择合适的角色和挖掘故事背后的有价值的东西 是非常重要的 在热烈中 王一博饰演的陈硕 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 他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坚持 成功加入街舞社团惊叹号 并且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这个角色的情感和心态与故事主题一致 让观众能够深入理解和感受到他的成长和变化 同时 制片人陈芷熙和导演大鹏也在用欢乐的氛围宣传这部影片 多次携手王一博亮相电影节 都在卖力宣传这部充满力量跟价值的作品 除了王一博 电影的制作团队也是其成功的关键之一 导演大鹏和制片人陈芷熙在宣传这部电影时 一直以一个欢乐的氛围为主题 让观众们在欢笑中感受到了电影的魅力 这种宣传方式不仅让人们对这部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还让观众们对电影的期待值更高 从华表奖到上海电影节 从电影《奇遇夜》到微博电影之夜 我们看到他们三个人出现 就带着别样的欢笑 好多人说 王一博变了 成功变成喜剧人了 一笑起来特别甜 原来酷盖都是表象 其实人家是个小可爱 没办法 在这种喜剧人的带领下 带片节奏很正常 再说了 我们的王一博 年轻帅气大男孩 本来就是个小甜甜 回到最初的样子 这不是正常的 就喜欢王一博这部值钱的笑 暖化人心 甜到心尖尖上 好了 还是回到正题热烈是一部 非常值得一看的电影 它通过热血励志的剧情 和演员阵容 成功吸引了观众们的目光 央视六公主的评价更是 让这部电影成为了一部 备受瞩目的佳作 相信这部电影会带给观众们 不一样的感受和感动 让我们一起期待它的上映吧 记得7月28日 我们的热烈来了 我们的陈硕来了 我们的王一博带着诚意之作 邀你走进电影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